好像是是大龙虾 昨天我们利用废弃的水桶 成功制作了荒岛版巨型骨鱼地落 又把沙蟹储存的食物作为诱饵 让我收获了一条四斤左右的大鰻鱼 由于长时间没有蔬菜的补充 又去倒到北侧 搞了些鲜鲜肠果 搭配着鰻鱼 那味道巴适得很 我们先吃几个鲜鲜肠果 补充一些体力 这鲜鲜肠果味道是不错 就是质太多了 这是昨天我们晾晒的鲜鱼肠 可能是天气不好的原因 鱼肠肉臭了 也只能让它做幼儿了 我们先用这个塑料瓶 做一个装幼儿的笼子 在平身的周围 扎一些小口 晒把气味 再把这个发臭的鲜鱼放进去 再放个鲜鲜肠果进去 把它捣碎 让鲜肠果和鱼肉充分混合 现在把它放进鱼笼 我把鱼笼的小锁 固定在这块礁石上 避免鱼笼被冲着 这个鲜股所现在四处了 晚上根本就睡不好 我天天把这个鲜股所 先进行拆除 然后找个地方 重新打野 这里 我们已经恢复出原来的模样了 现在你看看鱼笼 有没有看过 好像四四大录像 这个头还不小呢 这么大的一只龙翔 起码也得有三十两啊 我把它拿回烤肉 我们已经生长了 我把龙虾穿上 把这小龙虾烤上 我们的龙虾已经烤熟了 我们先来烤龙虾肉 这肉也太弹了 现在我们找个合适的地方 大家一个新的庇护署 谢谢大家